相信很多小伙伴都会好奇 为什么那么多大佬会花五六千七八千 去买一台全尼龙底盘的车子 是不是他们都被人割韭菜了 为什么不买金属的呢 全金属不拎不拎的不好吗 大家好 我是七叔 欢迎回到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 就是来自PT Racing推出的一款大脚车TK10 收到手的时候 第一反应就是 这个压光黑真的很好看 目前在这种速度大车里面来说 应该算是比较稀少的 整体的质感非常的有档次 还有一个自己原厂的防丢绳 还有一个夹片 可以加强车壳的保护车壳 它采用PC材质 如果说可以加上耐磨条 就更好一点点了 四颗角还是挺大的 用17的结合器 后面是带一个大颗的抬头轮 但是没有角度可调 前面的话 就是比较普通的一个防状结构的设计 车壳还是比较肌肉感的一个设计 接下来我们拔掉这个阿扣 它这里做绳子还是有必要的 这个阿扣还是蛮硬蛮结实 把这个车壳一起提起来 放到旁边 我们再来看到它的底盘 真的是扎扎实实 尼龙底盘 非常厚实粗壮的用料 有一些加强精的设计 鱼龙底盘 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慢慢接受了 但是最担心的部分是哪里 就是这一部分和这一部分的转折的地方 因为我们的冲击力 从轮子到白臂 再到这一个地方 它就是一个关键的结点 波箱壳和车身连接的部分 就非常的重要 这个底盘 我看一下爆炸图 它的结构设计 是整个底盘 它到前后的两个波箱的地方 都有非常多的加强精二楼的地方 有一整块的尼龙键的波箱壳 压下去 这样上下两层形成了一个局部刚性的加强的结构 并且又加上了一个现在非常流行的中支撑柱的设计 冲击过来的时候 先到下面底盘 到上面的支撑 然后再通过中支撑柱 往后传 后面也是一样 下面上来 再往前传 以及是正面的碰撞的时候 前后的防撞 都是采用了一个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硬的材料 但是中间呢 又有一个更加有刚性的材料 进行缓冲 用了不同配方的一些尼龙键 进行了组合 说到尼龙的配方 P3C应该算是很有经验的厂商了 十几年做模型 它的配方 以及是造型的设计 它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见解 包括是这台车子 它需要比较高刚性的地方 它是加线的 它没有需要那么高刚性的地方 它相对来说用软一点的这个尼龙配方 保持日常游玩过程中的这个可靠性 以及是说防止说这个传动系统 因为你的变形而导致到影响 等等一系列的设计 那我觉得说 它的这方面经验确实还是比较深厚的 再来说到它的悬挂系统 下摆币更硬更粗壮 而且有几何结构 上摆币相对来说呢 会细一点点不可调的一个设定 原厂就给你调好 作为娱乐来说已经够了 转向部分的话呢 给了可调拉杆 它是一个C座的转向 而且呢是有一定矿量了 但是我觉得说作为一台车子 特别是越野车来说呢 你一点都没有呢 这个车子会变得太过于敏感 现在真的很少有厂家 还在继续使用这种尼龙的 然后是花件 两边是万象节的传动轴了 这里就考验厂家结构设计 材料配方一定要下地 才知道它效果怎么样 再来看啊 这个车子的减震器 搭配的是非常粗壮的筒身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1比8规格的一个设定 车子弹簧比较软油比较浓 它的滚动就不会很夸张 剧烈冲击的时候呢 相对来说 它可以吸收更多的能量 避震器下面的点和上面的点呢 都是这个塑胶的材质 也做了加强 在避震家的后面呢 是这个车壳柱的安装位置 用螺丝锁定的 你可以调节它的高低 整个车子其实转过来 可以看到前后的区别 就是前面是有转向系统的 后面是一个轮座 基本上设计呢 是一模一样 简单可靠的一套系统 主要是要去看它的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塑胶的传动轴 它到底能不能扛住这个车子动力 说到动力的话题呢 原厂是搭配了PT Racing 自己开发的电子设备 首先是遥控器是PT Racing的 电条是PT Racing的 电机呢也是PT Racing的 舵机呢也是PT Racing的 舵机的参数是15公斤 电条呢是120安4S的电条 电机是3670-1950KV的 这一套组合啊 搭配这样的一个车子呢 算是很轻松了 顺便在这里提一下 车子上面的插头呢 是单插头EC5的 购买电池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 再来讲到它的这个电池仓 会有一个后面的电块 也就是说你电池变长的时候呢 可以通过电块来调节 去使用到市面上非常多的电池 红色的金属支撑柱以外 下面这一根呢 就是它的中传动轴 并且我们可以发现 它是可以前后晃动的 而也是前后两个花键 中间是一根传动轴 在极限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可以接受一定的溃缩的 它不会直接被挤到被挤弯掉 再来说一下这台车子的传动结构 电机尺到传递齿轮再到大尺 它是有一个专门的差速箱 先包裹它放在那里 然后外面还有一个壳体 双重的一个设计 那它也是可以做到 在激烈冲击的时候呢 有更多吸震缓震的空间 在上电体验开始之前呢 简单分享一下 这款RTR车型呢 需要自己购买3S或者4S的电池 来进行供电 采用的是EC5的插头 那么我们在买这个离电池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尺寸 每次玩之前需要去充电 玩到它低电量之后 及时回去补电 平时做好电池的储存 以及是玩车时候 记得是先开洋空气 后开车子 先关车子 后关洋空气 现在我们来打开 简单的试一下油门的表现 这个动力还是非常暴躁的 再来试一下舵机的表现 也是响应的很灵活 我觉得速度也是比较不错的 通过刚才的甩柄 可以感受到 这台车子轮胎是很软的 而且呢 是可以甩得很大的 这样对我们的一些特技 空翻动作的表现呢 也会有很好的帮助 这台车子的悬挂结构 以及是它的底盘布局呢 很明显能看出来 它天生就是为了我们暴力娱乐 来设计的车子 那从竞赛车子改出来的这种娱乐车来说呢 它会有些思路上的不同 它更多的去追求的就是暴力玩耍之后的可靠性 以及是便于维护的特性 因为这个是针对大多数普通消费者来出的产品 它的结构也是比较偏向如说快拆的一个形式 我们只要拆掉中间的支撑柱 然后打开前后的上盖 就可以快速的访问它的差速器 以及是中差速器的维护 包括它的这里面的电机啊 等等一些部分呢 也都是模块化的设计 你可以快速的去做调整和安装 并且这台车子设计了很高的挡板 加上车壳这样一个包裹呢 轮转转过来 会把石头直接这样甩进来砸进来 那么挡板拉高之后呢 这样的概率就会下降 整体来说呢 这台车子我收到手之后的感觉就是 材质用料比较好 同时设计的呢 也是比较的强悍 但是呢 细节之处呢 还是有待提升 比如说很多零件呢 都是一个平板平面 转折都是比较的速 还没有那么多的设计元素和点在上面 给玩家的那种就是心情感或键盘值 包括是说这种情绪价值呢 还不够 看着爽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系列呢 还有一款竞速卡的车型 那会有不一样的车壳和拉花 那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做选择 大体上来说呢 都是相同的一个底盘 那这里就不做单独的分享 并且我们会在后面的视频 和大家来分享 这台车子下地的体验 OK那么本期训练到这里 在我主意还要更多二十元资讯 我是你七叔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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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